受到哈格比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台東地區8月3號是出現了長浪 让往返南与绿岛的交通船是全部停止了 估计影响到6000人次 而至于8月4号是不是可以复航 船公司表示要看天气状况来决定 强烈的阵风为台东的海边带来长浪 而售票柜台前也贴出了交通船停止的公告 受到今年第4号台风哈格比的外圍環流影响 台东今日在海边出现了强烈的阵风以及长浪 为了确保旅客安全 交通部航港局东部航务中心决定今日 往返南与8个班次以及绿岛地区的24个航班 全部都取消 出估约有6000名的游客行程受到影响 另外根据后船室人员表示 虽然已经张贴了停航公告 但稍找仍有部分的旅客前往后船室 而柜台人员也告知 因为天后因素无法开航 至于明日是否正常开航 船公司则表示 将是天气状况才能做决定 如果要前往蓝与绿岛的民众 可以先向购票的船公司进行巡洽 避免白跑一趟 记得陈建宁台东市报导